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我是米娜,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管理师。 今天呢,带大家参观一下托尔兄弟建商的设计中心。 设计中心呢,是在美国购买新房后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。 今天呢,也借此机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新房购买设计中心的流程介绍。 在美国购买新房,首先要锁定小区,锁定新银的地块房源。 如果你买的不是现房,是从一块土地开始购买七房, 那购买房流程除了交押金签合同之外呢,最主要的就是设计中心的流程了。 通常来说,建商建筑移动房屋需要8到12个月的周期, 常见的3000尺左右的别墅,建筑周期呢在8到9个月。 盖房子,设计房屋内部也算是一件繁琐的事情。 所以设计中心呢,通常要分为3到4个预约来完成。 每个预约呢,会选择房屋不同的领域。 比如常见的第一个设计中心预约,我们会选取structural option, 也就是结构上的升级或者是改变。 比如加减房间,是否要闭炉,是否要阳台,是否做高顶,或者是否要改变车祸等等。 当然,这些结构上的升级不是买家说怎么改就怎么改的。 一定要是建商在本身有这个升级选项的时候才能做。 因为啊,建商是批量盖房子,那他们的permit建筑许可证呢也是提前申请好的。 建房必须按照许可证走,否则呢城市不会批准。 那批量盖房的建商又不是做定制屋,本身没有的选项,他们也不会为了一两个买家去费时费力申请。 所以有一些自己idea建筑改造的买家可以选择在交屋过户后,请有执照的成建商来完成。 第二个升级预约呢通常是关于电路的走向和橱柜的选取。 电路呢包括哪个房间要配桶灯,电灯,甚至是B灯,电视线路,网络线路,户外接线口,以及电车充电等等。 因为事后再请电工加减线路难免要敲砖砸墙,建议小伙伴们提前做好规划,请建商完成会比较省心。 如果你问我,哎,怎么建灯还要自己选升级,房子本身难道不带吗? 常见的建商一般会包括所有公共区域的桶灯,比如客厅、厨房、餐厅、门厅、门廊等等。 那么房间内的桶灯或电灯接口呢通常是升级选项,因为以前人们很喜欢用落地灯在房间。 那每个房间通常会有一两个反向插口可以用开关操作在落地灯,所以呢省去了做屋顶灯的成本。 可是随着人们的需求,灯光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,越来越多的新房买家呢会尽可能的把每个房间的棚顶灯也升级做好。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橱柜的选取,一般呢就是是否要升级了。 所有的新房呢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标配的橱柜款式供买家选择,当然啦如果想选用高级原木或者是特殊款式的就要加钱升级了,这个呢也包括橱柜的把手哦。 那么设计中心一般会有样品给买家参考,没有样品呢也会有图片,让人更直观的可以幻想成品屋的样子。 有些建商第二个或第三个设计中心也会选出plumbing,就是各个水管,花杂,马桶等设施。 同样这些呢都是有标配的,如果想选用以中不同的或者是相金代银的就要加钱了。 哈哈开个玩笑,其实就是款式商的选取和款式商的升级了。 那么第三个设计中心呢主要就是countertop,台面的选举以及浴室的设计。 台面呢通常标配是纯色的石英石或者是普通花纹的大理石。 在此介绍一下,石英石Course是人造的,密度更大,更好保养,花纹与颜色也会更加统一。 大理石Granny呢则是天然的,因为是天然的石头,花纹和颜色可能会有所差距,具体喜欢什么样的要看买家的喜好。 那么如果你选择标配,通常就是选与颜色,以及是否要从台面延伸去墙壁高度等等。 如果选择升级,就会有更多的款式。 当然随着原材料与供应商的不同,这个价钱呢也会不一样。 建商啊一般会在当日或几个工作日内给出更好的估价,购买家做最后的选择。 浴室呢也是一样的,包括是否要升级淋浴房的地砖,墙砖等等。 这一系列啊即使不做升级也是OK的,若是对装修非常有讲究, 可以选择从建商升级或者是交屋后自行再做改动。 最后一个预约呢通常是finalize总结并确认之前所选的升级项目, 然后选择地面是否要做升级。 新房交屋标配大部分是用地砖拼地毯, 房间、客厅、二楼梯开始全部都是地毯, 厨房、浴室等使用的则是地砖。 若是不选升级,就是挑挑颜色。 升级的话呢则可选择不同的材料, 比如说改地毯回地砖,或者是全屋铺地板等等。 当然呢,Mina也建议小伙伴们货币三家, 去设计中心前跑跑当地的装修公司,地板公司什么的。 如果建商升级太贵了,可以选择交屋后自己做。 另外呢就是大部分建商交屋一定要交成品屋的, 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跟建商商量, 因为我们要请外人做地板, 能不能地毯地砖就不铺了, 这样方便日后装修不用拆。 大部分建商呢是不会同意的, 因为规定上他们一定要交成品屋, 以避免城市检查或者是其他责任因素, 所以小伙伴还是妥妥地等过户后再自行更改吧。 然后呢,新房订房的时候, 建商也会给出各个设计预约的截止日期, 比如他们要12月10号做地基,倒水泥, 那么做地基之前呢, 我们房屋的架构就要决定出来, 所以相应的,各个环节的设计都要在每个截止日期之前按时做完截壳。 那么如果没到截止日期, 想访杀用改动想换换之前选的选项, 一般来说呢也是可以的。 好了,因为视频时间比较有限, 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了, 如果你对新房购买流程或设计中心美国房产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我, 欢迎通过屏幕上联系方式找我聊天哦。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, 就请订阅一下, 并且打开屏幕右下角的小铃铛, 点开推送消息哦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 就请帮我点一个赞。 那么我是Mina,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,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, 谢谢收看,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